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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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 博物馆 呃 本地人呢是90泰铢 我们外国人呢是100块钱一个泰铢 啊 这里 哦 博物馆 哈喽 现在呢我来到了送卡的博物馆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一起看一下 送卡的博物馆是怎样的 Let's go 一束的菠萝蜜啊 这个呢也叫这么大 这个就是特别泰式的镜头 这个是特别泰式的镜头 这个是特别泰式的镜头 这应该是十二生肖的盘子 这些呢就显示以前中国呢就在大概是十七跟十八十几的时候呢 中国那些人就来这个来到这个泰国南部就带来这些各种各样的那些瓷器什么东西 还有他们的钱币啊还有文化主要是中国的文化呢就带到泰国南部主要因为他们来这边 所以现在就很多中国的文化的东西都在这里包括这边的一些陶瓷之类的 这个应该是中国的鼻烟壶 上面还有中文呢 在这里呢居然看到了中国的一些古老的东西 在他的那个介绍里面呢是最早十三四季呢 就已经在泰国这里发现有中国的一些东西了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些鼻烟壶啊 还有一些古代的那些纸牌 宝剑一些瓷器都是中国的 能在宋卡这边还有一个记录一下非常的好 其实泰国南部跟那些欧洲的那些文化都有在这边 这边是他的武器了 这是权杖啊还是拐杖啊 应该是他手里的这个权杖 权杖啊 这应该是中国的瓷器 没想到这个博物馆不大 藏品倒是很多 这是清朝 所以这些在这边是有保留的 老公,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你看你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它是各式各样的烤野 以前就是没有机器 那个老的野把它弄到野花 那个人就坐在这边 然后它的野可就在那边 你看这边很绿的 全部那个野就跑出来了 跑那个野 对,跑那个野丝 很多,它这个各式各样的 不同样的 里面还有很多不同样的 现在没有了,现在就用机器了 多样化 有人的,有动物的 各式各样的 其实也不错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的人都不需要用的 都用机器了 现在迟到了 大大小小不同的 是因为人的大大小小不同的 哈哈 拜拜 拜拜 肚子饿了,找吃的了 很多学生啊 来这边吃 这里的环境非常的美 靠近海边 吹着海风非常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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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好 好 我去吃飯 我去吃飯 對,飯 哇 卡公卡 哇 美食送上來了,我要享用我的美食了 吃囉 這餅乾就可以吃了 好脆 這個是炸雞 非常好吃 好邪惡的薯條 謝謝 好好吃 這是羊排 這是牛排 哇 太好吃了 吃一下他送的這個醬 這個味道好奇怪啊 是酸梅嗎 不是,不知道什麼 這味道一般 還是辣椒醬好吃 嗯,還是辣椒醬好吃 謝謝 這邪惡的薯條太好吃了 沙拉 我先生不吃沙拉 所以沙拉應該是穩的了 哇 謝謝 好好吃啊 他的食材都非常的新鮮 蔬菜也特別新鮮 他還有一個非常邪惡的漢堡包 我想吃魚肉 嗯 他切碎了拿不過來 拿到我這邊切 謝謝 試一下這個炸魚 哇 超級的脆 炸魚塊特別香 試一下 這個應該是炸洋蔥 炸洋蔥 嗯,好吃 要切還是拿著吃 切 又一杯 嗯 我 吃的 啊 嗯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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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分量實在太大了 根本吃不完两个人 超级大的面包 而且还是他的头像 美食呢 我和我先生就已经吃完了 我们两个人呢 一共消费了是439泰铢 这间餐厅的性价比呢 非常的高 食物非常的新鲜 有机会呢 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泰国呢是佛教国家 所以泰国无论走到哪里 佛庙和佛的寺院都非常的多 而且街边的这些小吃呢 你随便走进来一间呢 都特别的好吃 由于今天呢外面下雨了 所以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了 如果想知道 我接下来还要去 泰国的HapYay和宋卡 去哪里游玩呢 就请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